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桑九把明页安顿在竹林里 明页的眼睛失明了 桑九每天上山采药 给明页做营养餐 虽然是一段短暂的时光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 明页甚至期待这样的日子久一些更久一些 其中明页就有眼睛失明的情节 桑九变了声 明页不知道日夜照顾自己的女孩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 遮住铜镜的白布不小心被桑九扯下了 明页借助光芒竟然看见了铜镜中替自己梳头的人是桑九 明页转过身抓住了桑九的胳膊 明页被桑九在竹林里照顾的这段时日里 桑九是最开心的 明页也是最开心的 明页甚至想要在这片竹林里相守 一直过住岁月静好的日子 因为明页失明 有几处画面中 明页是用白灵蒙住眼睛的 白灵还是桑九替她记上的 这个白灵蒙眼的造型中 罗云熙是淡妆 少了明页前妻的精神 多了几分破碎感 不过 也是最温柔放松的明页 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享受住桑九的照顾 最重要的是 白灵蒙眼这个情节中 明页和桑九洒了一些糖 算是甜蜜了一会儿 两个人一日三餐 听风喝茶 还有一次同床共眠 罗云熙的古装扮相一直很精美 很多人看长月静明也是带住润玉的滤镜 白灵蒙眼的画面中 罗云熙多以白衣和淡蓝色服饰为主 白色服饰看起来特别的赏心悦目 罗云熙的润玉让人怀念 同样明页也让人怀念 颜值高又会演戏的演员很受欢迎 罗云熙也是被万千少女喜欢的高颜值男星 除了罗云熙的白灵蒙明造型让人很惊艳之外 还有陈香如泄忠诚意的白灵蒙明造型也特别的有感觉 当时 英渊和魔神大战后 因为众神辈被判死伤惨重 英渊怀念固有 觉得这一切都是造成的 特别的自责 当时 英渊伤得很重 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他把自己锁在一棵千年古树上 结果 颜淡找到了应渊 颜淡日夜照顾应渊 因为应渊失明加上颜淡变了声 应渊虽然感受到了颜淡的气息 颜淡用法力变了一间房间 还把房间起名为忌惮居 应渊也做了一场梦 梦中他和颜淡结婚了还生了儿子忌惮 那个白灵蒙眼的情节中 应渊造型多以魅惑的红色戏服饰为主 尤其是隔住屏风的那一吻让人惊艳 诚意的表演也很自然细腻 失明的应渊竟然最让人同情 他也和颜淡相处了一段特别甜蜜 让人怀念无穷的静好岁月 诚意凭借琉璃大火后 磁元飞速上升 如今手握带波具一把 算是炙手可热的男星了 同样演白灵蒙眼被爱人照顾 罗云熙和诚意对比 有何不同 罗云熙的名页是一人分饰三角的第二个角色 此时罗云熙已经进入一场梦这个逼本中 她忘记了第一个角色 作为名艳的时候 她娶了桑九为妻 起初对桑九没有感情 后来越来越深爱 白灵蒙眼的时候 罗云熙有一股脆弱美 还有对桑九的感恩之情 其实 在这里罗云熙想和白鹿相守一生 从此隐居 不被打扰 诚意的姻缘是天界的神君 她是因为其他有人战死 再加上受了重伤才眼睛失明的 在这个情节里 诚意是把自己控制起来了 她不想让众人看到她破碎的样子 严旦变了声 姻缘是明了 也需要人照顾 所以两个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在这个情节里 杨子也是弯心救姻缘 此情感染了很多人 只是 为了保护严旦 复明后的姻缘为新地对待了这份感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